故事要从石油炼化工厂讲起 从原油中提炼出的锯饼锡纤维是医用口罩的核心原料 无纺布的工艺商买来原料后 会用溶喷工艺将它们加工为无纺布 变成医用口罩中最关键的中间过滤层 这种布的内部纤维弯曲无序 并如得颗粒物进入后会遇到纤维碰撞而滞留 从而达到过滤的效果 但这时的过滤性能仅为35% 远远达不到医用口罩的标准 它还需要进行静电处理 让纤维带上电荷用静电去捕捉病毒的颗粒物 静电处理后过滤性能可提升至95% 并且不会影响呼吸阻力 现在可以把布卖给口罩厂了 口罩的制作流程都会通过自动化生产线来完成 一条产线一天就能生产15万个口罩 普通的口罩到这一度就完成了 但衣用口罩不行 衣用口罩还需要放在滑阳蚁丸中进行杀菌消毒 但滑阳蚁丸不仅易燃易爆还会致癌 因此消毒后的口罩又需要静置7天来挥发不清 并通过合规检测 现在我们知道为什么应用口罩 不能通过紫外线蒸汽消毒后再次使用 这样会导致过滤层的纤维结构和静电失效 过滤效果大大降低 这也是为什么不能从不明渠道购买口罩 原材料是否合格 是否静电处理 是否消毒 致癌物质是否挥发 每个环节都需要严格把关